这距离 而这病症的原因 专业的医生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我知道 这是我的心理疾病 只有对那个人的心结解开 我的病才有可能会好 但那心结具体是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 不管怎样 刚刚谢谢你了 我这个病已经很久了 只要和其他人有皮肤的接触 就会过敏 不过 只要过一会儿就好了 也不会有什么大影响 你看 我现在完全没事了 艾伦医生 要开始接诊了 好 这样严重的身体状况 还坚持上班 唯独让自己痛苦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吗 没 如果你的病人知道 自己的医生一直隐瞒 自己身患怪病 你以为 他还会继续让你医治吗 艾伦医生 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比较好 现在的我是不应该在这里 这个样子还真让人心疼 还会有跟别人接触 就会过敏的怪病 等等 那为什么 我的触碰 你不会过敏 难道更亲密的行为 才能治疗你的病症 不 艾伦医生 就算这样您都没有过敏呢 看来就算不拍您的美照 您也是很难离开我了呢 毕竟对于你来说 我算是个特别的存在 我这个弟弟就帮你去请假了 秘古大厦 古超王的副办家会独自出现 你要拿到他手里的七八三密文资料 看来这个小子的事要先放放了 忽然有事 管不了你了 你自己请假吧 最后不要让我发现你还在继续工作 怎么感觉这个家伙 好像已经掌控上我了 状态不好吗 我点了你最爱喝的波波甜茶 让你恢复元气 波波甜茶 原来艾文哥哥喜欢喝波波甜茶 他在嘲笑我 我不知道你这里还有人 没关系 那是我表弟 一直没礼貌惯了 对了 外边有好多病人 我帮你分担些 你还能继续工作吧 我还可以 提起工作 虽然他刚刚用暴力霸道的方式 让我不要工作 但事实是我常常会因为 无法解决的过敏症状而影响工作 这样的我还可以去治疗病人吗 还有 为什么对他不会过敏 难道他身上 有能解决过问题的办法 他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虎超邦的这帮家伙真是豪傻 不过他们纠缠人的能力倒是一流 又打老子这脸 疼死也了 还为真的百分之马上 活了八倍去 这虎超邦的家伙 太脱胎了 体力倒是决定好 下次遇到 要让他尝尝痛苦的滋味 恭喜你完成任务 下一秘密任务为 Dr. Tim博士的秘密指示 已发送到你的手机上 约后几分 请你认证阅读指示 5号任务启动 需潜入鸟间医院 获得在保险柜内的 黑色封皮的医学项目资料 这就没了 打钱的事也没提 只能继续靠着那个呆鸟了 不过 竟然是老的地方 我的伤口也该换药了 这就没了 这就没了 这就没了